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信不信有你 我是李明 2024年8月29日 一艘豪华邮轮驶入了雄伟而宁静的挪威盖朗厄峡 峡湾两侧是白雪矮矮的山脉 这里迎来了一场极为保密的欧洲首例王室临媒夫妻的婚礼 新娘是挪威公主 新郎是好莱坞未婚夫 在如今这个充满战争和政治动荡的世界里 这场婚礼就像是上演了一幕迷人的现代版童话 新郎名叫维瑞特49岁 小时候一位亲戚曾预言说 他有一天会娶挪威的公主为妻 如今这个预言果然就成真了 维瑞特来自美国加州 他自称是第六代萨满巫师有过冰死体验 他广泛的学习各类哲学宗教和精神的教育 从中吸取精华 他还办了一所在线的萨满学校 提供的服务内容涵盖了精神疗愈 如何与死去的祖先交谈 如何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等等各种主题 他的客户中有不少的名人 包括第7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葛尼斯·派特罗 以及好莱坞明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这里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关萨满的一些常识 萨满其实就是巫师 大陆人因为受文革的影响 普遍就认为巫师就是怪力乱神 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么回事 在上古时代女巫被称为巫 男巫被称为锡 统称为巫锡 在上古时代 巫锡被认为是唯一能够直接与天界神奇沟通的人 即使是帝王也需要通过巫锡与神来沟通 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巫锡就是具备神通功能的人 他们具备控制天气 预言 解梦 占心 以及到天堂或地狱旅行的能力 当然了 骗子自古都是有的 但是功能这种东西有没有其实还是骗不了人的 萨满是无锡的一种 萨满信仰最早始于史前时代 遍布世界 像富尔加河流域 芬兰人居住的地区 东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 满族人祖先女真人等等 都十分崇尚萨满信仰 而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 萨满信仰在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 曾大范围的流传 清朝时期 萨满信仰在清朝的宫廷中也享有一定的地位 清朝皇帝曾把萨满信仰和满族的传统结合了起来 这样就把东北百姓给纳入了大清帝国的统治范围 萨满信仰相信万物有灵 而且灵魂不灭 认为宇宙有上 中 下 三界 上界为天界 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中界是人界 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下界就是阴间 是鬼魔和祖先居住的地方 宇宙的万物 人世的福祸 都是由神鬼主宰的 神灵赐福 鬼魔不祸 因此萨满信仰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宗教 凡是具有萨满能力的人都被称为萨满 因为萨满具有通神的能力 可以保护族人 为族人消灾求福 所以也被认为是一种信仰 2019年 维瑞特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是《灵魂黑客重拾个人力量》 改变自我和点亮世界的萨满钥匙 他在书中说 儿童得癌症是因为他们想要得癌症 而医生只是为了赚钱 才给他们进行化疗的 他还说 随意的性行为吸引了黑社会实体 而黑社会实体则是所有性传播疾病的起源 他还说 人口过剩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 而现在的女性难以怀孕 是地球正在试图自我纠正的标志 维瑞特他自己还说 她的前世曾经是古埃及的法老王 而她现在要娶的这位浓威公主 正是她做法老时候的妻子 新娘是挪威公主玛莎·路易斯 52岁 比新郎大三岁 中国有句古话说 女大三报经砖 或许真的还是这样的 路易斯公主是87岁挪威国王 哈拉尔德的长女 2007年的时候 路易斯公主就公开说 自己有千里眼的功能 还能通灵看到天使 路易斯公主是一位心灵治疗师 她还开办了一所灵修学校 教人如何与天使对话 没有想到 这种行为在挪威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路易斯公主与前夫贝恩曾育有三个女儿 贝恩是一位作家兼艺术家 两个人在2017年就离婚了 到了2019年圣诞节的时候 贝恩就去世了 2019年 路易斯公主就开始与美国加州人维瑞特交往了 2022年的时候两个人就订婚了 宣布订婚的时候 还在挪威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 不过王室并没有公开反对这段关系 国王甚至向媒体形容说 女婿是个很棒的家伙 还说小两口即使在艰困时期也经常笑着 因此她与王后都十分支持这门婚事 路易斯公主在2023年曾公开的表示说 这些年来我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尤其是我的灵修 在挪威这是一项禁忌 不过她还是决定遵循自己的心 选择走一条不同于传统王室的道路 为了专注于与未婚夫的精神疗法事业 路易斯公主于是就卸下了王室的职责 不再代表王室执行公务了 路易斯公主与美国萨满新郎的婚礼 十分的神秘 仪式过程对外也是严格保密的 王室发生这样一件大事并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也没有对媒体开放 所有王室的杂志 Hello Magazine和Netflix的纪录片团队 被获准了入内拍摄 而且婚礼还要求 所有来宾在婚礼庆祝活动当中 不能使用手机或者照相机来拍摄 也不能在社群媒体发布任何信息 那受邀参加婚礼的呢 有王室成员网红 石敬秀名人等等超过了350位宾客 除了挪威国王哈拉尔武士 王后索尼亚等王室成员 路易斯公主在前一段婚姻中的三个女儿 王位继承人哈康王储 和梅特玛丽特王储 瑞典与荷兰的王子公主 还有真人秀明星 媒体名人和电视名人 都出席了婚礼 实际上婚礼的庆祝活动 是从8月29号就开始了为期三天 31号这天举行了婚礼的仪式 这天正好是周六 婚礼仪式是在挪威西部的奥勒松镇的 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店的一个大型户外帐篷里举行的 这与路易斯公主的第一次婚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02年路易斯公主与前夫贝恩举行的婚礼 是在挪威最大的大教堂举行的 那么为什么路易斯公主的这次婚礼 如此的神秘 而且不符合王室的规格呢 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这一次婚礼的新娘和新郎 都是心灵治疗师 那么这在整个欧洲王室来说 都是极为不寻常的 也是唯一的 所以这次婚礼 堪称是欧洲首例王室临媒夫妻的婚礼 由于路易斯公主对灵性修炼的投入 那么这次再婚呢 竟然还牵手了一个美国的萨满 这就导致了不少挪威人 对这段婚姻感到十分的不理解 甚至还引发了媒体的批评和公众的争议 说他们把灵修的商业活动 与王室联系在了一起 有的人甚至认为路易斯公主夫妇的 这些做法相当不尊重国王 不过也有人非常欣赏这对夫妻 认为他们非常的诚实 在压力面前能够坚持做自己 不过路易斯公主表示 婚礼后她将放弃各大慈善艺文机构 王室赞助人的身份 新郎维瑞特也不会享有王室亲王或王子的头衔 他们希望他们的灵修与挪威王室的活动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界限和区分 避免挪威民众对王室的误解 那么分享到这里 大家觉得路易斯公主与美国萨满的这段婚姻 真的是再续千年前的姻缘吗 那如果是的 那么大家想想 你自己的枕边人 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 是牵线前世未了的情缘呢 希望大家真的要珍惜自己的身边人哦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就请定个月 帮忙留言点赞转发一些 有心赞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对我们的团队而言 真的就是血终送炭 能让我们底气更足的 传递宇宙的真相 最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我们大多数人 今天的生活工作常态呢 就是看手机啊 订电脑啊 熬夜加班 弄得我们的眼睛呢 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 我们的眼睛呢 只能用视觉模糊来抗议我们了 不过呢 现在好了 我最近啊 用了这个 Questalwise 说缓眼帖 用了以后呢 感觉清凉舒爽 眼睛明亮 疲劳干涩 一扫而光 那也有观众朋友用了以后呢 反馈说哈 目前 尝试了一盒 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现在呢 似乎就能看到手机上的小文字了 爱它 也有的说啊 我眼干非纹 用了十天了 感觉不错 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清清凉凉的 用完一个月后再开效果 那这款产品啊 非常的神奇 因为它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的纯天然的 来自古老的秘方 采用了尖端的透皮吸收技术 五分钟以内就能缓解眼睛的干涩疲劳 真的是上半族的福音啊 它还能缓解花粉过敏呢 最棒的是 它还能改善血液的循环 调节肝筋和肾筋 对提升视力有不错的效果 那么对家长们来说呢 这也是给孩子保护眼睛的最好选择了 那这款产品的使用啊 也非常简单 大家看看我啊 就这么往眼周的学位一点 就可以享受到 6到8小时的眼部SPA了 蓝梅优品呢 现在推出了组合优惠装 多买呢折扣就多 因为价格啊 已经是很优惠的了 所以就没有主持人折扣了 不过呢 很多观众朋友啊 试买了一盒以后啊 然后就追加了购买 购买了很多盒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自己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就特别的推荐给大家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心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